二战以来,德国最大的军舰开工 F126,德国下一代护卫舰 排水量达到了11000吨 不过一般万吨级的军舰 吹发单元的数量都在100个左右 而F126却只有16个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F126的吹发那么少 F126与R6型 Frame相比,谁的性能更好一点 目前,德国F126护卫舰 已经在Pinney Wift造船厂开始建造 目的是取代在90年代中期服役的 F123伯兰登宝级 第一艘船计划于2028年交付 剩下的将在2031年之前交付 按照德国的说法 F126建成之后 将成为德国自二战之后 吨位最大,火力最强的军舰 只是需要注意的是 F126并不是德国设计的 全舰计工作 由荷兰达门公司负责 70%的建造工作由德国进行 剩下的30%交给荷兰 其中Pinney Wift造船厂 负责舰船首部的建造 吉尔德德国海军造船厂 负责建造舰尾部分 达门公司负责关键系统的建造 然后剩下的子购舰 全部送到汉堡总装 主打一个有钱一起赚 至于F126的性能 也还能说得过去 其采用了隐身化设计 比如封闭式综合射频 一体化围杆 雷达也是F125型同款 亨索尔特TRS-4DNT 还有泰雷兹 以及守能源 这点没什么稀奇 F126的特点是大 满载排水量11000吨 比美国的伯克级驱逐舰都要大 就算是最新的伯克3 满载排水量也才9558吨 正常来说 F126这样的万吨军舰 火力是很强的 垂发单元的数量都在100个左右 还有什么四面相控阵雷达 无论是防空反潜还是反舰作战 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德国的F126身子骨 却显得很是薄弱 其主炮是一门来自 奥托梅莱拉的127毫米舰炮 性能中规中矩 反舰导弹则是来自 挪威康斯伯格公司的NSM 也可以用作对地攻击 只是攻击力不行 F126缺乏像战斧这样的 远程巡航导弹 最重要的 垂发单元的数量太少了 一艘万吨军舰 就只有16个MK41垂发单元 通过一坑四弹的方式 也仅仅只能装备64枚ESSM 火力远远比不上伯克级 除此之外 就是两座拉姆进程 防空导弹发射器 以及几门小口径火炮 反舰火力方面 F126的性能还可以 与伯克级驱逐舰在同一水平 可以搭载两架NH90反潜直升机 或者是虎式武装直升机 当然也可以顺应潮流 使用无人机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抛开吨位的话 F126的整体作战能力 就是美国4000吨级军舰的水平 其舰载武器甚至还比不过最上级 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看 F126的排水量达到万吨 也就意味着 后期改装的难度不高 完全可以在前部布置32单元的垂发 健身中部也可以额外加装32单元 至于远程巡航导弹 德国还没使用过这类武器 目前也没有这样做的计划 但是如果要加装的话 大概率会是超音速打击武器 德国和挪威目前正在开发这种导弹 作为NSM的继任者 至于F126的其他亮点 也能找到一两个 比如核心操作人员少 连续部署能力强 以及模块化设计 得益于高度自动化和低维护的设计 F126的核心操作人员 只需要配备114人 每四个月轮换一次 排水量明显小于F126的博客3 配备人数是F126的三倍左右 并且F126可以连续在海上部署两年 而不必回港维护 环境适应能力也不错 可以从热带一路适应到极地 有意思的是F126上面还配备了法庭与监狱 不得不说还是德国会玩 还有就是模块化设计 达门公司给出的方案 不同于美国滨海战斗舰 达门的模块强调快速互换 不需要过多调制 目前可以提供的实战模块只有两个 分别为反潜作战任务模块 以及拖液阵列声纳模块 其他后续模块 如反水雷模块 防空模块 医疗模块等等 正在开发当中 其他的亮点也没什么了 多用途性算是军舰的标配了 目前德国计划建造四艘F126 后还可能根据需要再追加两艘 只是不知道钱够不够 F126还是挺贵的 虽然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德国武装部队的预算变多 但是德国海军并没有因此受益 陆军也是如此 开发福克斯继任者的计划被搁置 新型短程防空系统的预算减半 其最大受益者是空军 F35 舰三都是大单子 空军吃肉 海军陆军最多喝个汤 而F126建造单价达到了13.7亿欧元 所以德国海军之后能不能再买两艘 火力军也说不准 不过说到这儿就有一个问题了 F126与F26型Frame相比 谁的性能更好一点 就价格来说 很明显是Frame更亲民一点 法国意大利设计Frame时 就尽可能的采用民用标准 以及成熟设计来降低单件成本 以至于法国自用的阿基坦级护卫舰 单艘售价只有3亿欧元左右 意大利版本的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 成本则是3.7亿欧元之间 反观26型与F126 价格一个比一个贵 F126单价是3.7亿欧元 而首批三艘26型平均造价 接近12亿英镑 英国皇家海军本来计划建造13艘 1比1替换23型 但是因为太贵最终得到批准的只有8艘 其他则用3.1型通用护卫舰填补 而且英国卖给澳大利亚的猎人机 单艘造价25亿美元左右 贵到爆炸 至于吨尾 英国的26型护卫舰满载排水量超过8000吨 比英国海军现役的23型增加了3000多吨 吨尾接近伯克级 甚至超过了4.5型驱逐舰的个头 而Frame护卫舰一级两型 法国版本的满载排水量只有5750吨 意大利版本的满载排水量达到了6700吨 只是论重量的话 还是F126最猛 万吨可不是说说而已 不过如果问火力军谁更强的话 火力军肯定站26型这边 吨位更实在一点 无论是反潜反舰 还是防空对地 性能都是直接拉满 26型的主要用途就是反潜 配备了英国超级电子公司新一代2150型 舰手声纳 拖曳式阵列声纳 则是太雷兹的2087型 舰尾也有直升机机库 可以容纳两架梅林 或者两架AW159野猫反潜直升机 机库右侧还有一个用于容纳无人机的小型机库 至于锤发那就更猛了 26型货翼舰的舰桥前方 配备了24单元MK41锤发 可以放射战斧阿斯洛克反潜火箭弹 也可以是四连装的海麻雀导弹 算下来就是96枚ESSM 而F126型只有64枚ESSM 26型的舰桥前后 还各安装24单元的海兽体放射系统 也就是一坑四弹 一共可以装填192枚防空导弹 直接碾压F126 当然MK45舰炮密集阵也不能少 至于FREEM 吹发数量比F126多 比26型少 比如法国反潜性的阿基坦机 装备了32单元吹发 其中16单元为希尔瓦A43 可以填装16枚子愿15 16单元为希尔瓦A70 可以发射Skylab Nevela巡航导弹 不过导弹的数量 要比F126稍微少一点 只是这点小问题 在价格面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意大利的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 垂发选择跟法国的差不多 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F126这样一艘万吨军舰 攻击火力与排水量一点都不搭 完全没有发挥出一艘大吨位舰艇 应有的势力 与其他同吨位舰艇相比 F126的优势并不明显 也就后勤简单点 需要的人少一点 其他也没什么了 与自己吨位更小的舰艇相比 比如Frame价格又太贵了 直接限制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如果让火力军在欧洲选择的话 F126连候选名单都上不去 当然出现这种情况 主要还是因为德国不太需要 建造水平也很一般 前段时间 德国还发表一个海军2035年展望 里面有替代F124的F127护卫舰 6艘F126护卫舰 6到9艘K130布伦瑞克级护卫舰 18艘未来无人水面作战系统 用于补充K130型护卫舰的作战任务 还有12艘新一代扫雷艇 取代332型扫雷艇 其中扫雷艇换代计划已经宣告失败 12月7日 德国联邦审计局发布了一份新报告 因为预计花费膨胀到预算的两倍 扫雷舰艇换代计划已经被放弃 项目转向对现役舰艇进行严寿处理 这也没办法 德国现在的军工很一般 护卫舰只有十几艘 为了维持军舰生产能力 一艘护卫舰都要掰成三份建造 唯一的舰艇生产线还处于半荒废状态 想要研发大型潜艇 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于是只能买 但这样一来 价格居高不下 而高性能也就意味着更贵 其次 德国也不太需要性能很强大的海军 欧洲地段人多 波罗的海也不需要德国守护 对于德国而言 空军强就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 陆军与海军划水就行了 总的来说 虽然F126的满载排水量超过一万吨 但德国依旧称之为护卫舰 而且不止F126 之前的F123伯兰登宝级 F124萨克森级 以及F125巴登福腾宝级 无论排水量是多少 德国都统称为护卫舰 也就是说 德国海军的中间力量 全部都是护卫舰 没有驱逐舰的定义 护卫舰之下 是扫雷舰 猎雷舰 然后就是潜艇了 火力军估计 主要是因为护卫舰听起来 没有多大威胁 而且在德国那边 使用护卫舰的名义 争取预算 比建造驱逐舰容易 至于德国建造F126的目的 很明显不是为大战做准备 只是想更新一下舰船 顺带照顾一下 自家的军工企业而已 当然 如果德国后续需要导弹驱逐舰 F126这种万吨护卫舰 也能改装 荣余度是非常高的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 德国F126护卫舰 在欧洲能排第几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也可以在下方指正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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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效率